當時的氣氛很沉重 就算政府不封樓也好 但很多人都很驚慌 因為不知道怎樣感染 很記得清楚 有些街坊用垃圾袋套著頭 由頭套到腳來走 到封樓之後 整個屠大已經是死城一樣 所有商店都沒有營業 超市什麼都沒有了 而居民也都不遠出街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傳染 香港淘汰花園業主委員會 聯會主席葉新國 回憶起2003年 SARS疫情降臨社區的情形時 仍然覺得記憶猶新 十幾年後 新冠肺炎洗港 再度面臨疫症 葉新國認為 香港社會應從事團結互助的精神 共同渡過這次難關 2003年春天的SARS疫情中 香港共有299人喪生 其中淘汰花園社區居民超過40人 是當時的重災區 葉新國還記得 當時淘汰花園發現首6名確診者後的幾天 區內患病人數呈倍數增長 基於擔心交叉感染和希望阻止傳播途徑 他要求特區政府將最嚴重的一座隔離 這項在香港親所未有的封樓措施實施之後 淘汰花園變得猶如死城一般 淘汰花園有個名叫沙士村 我就是沙士村村長 因為我的PAN是900分鐘的 電話計劃是3天已經用完 那900分鐘 因為一天24小時 這些人都有打電話來找我 譬如想要求幫助 政府當時坦白說都是粒粒亂 既然做了村長 葉新國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 要比別人更重一些 高於施駕三四倍 依然請不到清潔工人 他就自己去做大廈的清潔和消毒工作 一座的居民被送去隔離營的當晚 他親身去探望 希望能夠舒緩居民恐慌的情緒 葉新國苦笑著說 說不害怕是假的 也會擔心自己被感染 經常洗手洗到脫皮 但還是覺得應該力所能及 為居民提供幫助 除了離你之間的互幫互助 葉新國際的 當時全社會都在團結抗議 當陶大提出缺少口罩和消毒水 很多人送來物資支援 在醫院 醫護人員雖面容忧愁 但仍全力以赴 沒有任何怨言 他認為那年春天 是政府、醫護人員和市民的通力合作 戰勝了疫情 時隔17年 內地和香港正積極抗擊新冠肺炎 葉新國認為 特區政府的防疫有所進步 香港市民的防疫知識和意識也有所提升 陶大花園在經歷了SARS後 更換了被認為是病毒傳播通道的污水管部件 每座大唐都安裝了紫外線消毒機 並制定了一系列 因應不同程度疫情的消毒清潔措施 大唐目前的消毒清潔工作 已經比今年1月更加平靡 但葉新國覺得 只有這些防控措施還不夠 目前最重要的是 大家放下政治層面的旗艦 團結一致對抗疫情 我想最重要的都是要大家放下期見 團結一致 大家共同努力 先可以抵抗疫症和重新出發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